人生有三苦 第一呢是小时候得吃学习的苦 第二呢是成年以后呢要吃工作的苦 第三呢是晚年的时候呢要忍受这个病痛的苦 其中这三项苦里头啊 只有晚年这份苦是人人都逃脱不了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无车带无房带无后带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不吃学习的苦 成年之后呢你不吃工作的苦 大不了晚年苦一阵子 如果你小的时候呢你努力学习 成年之后呢你又认真工作 那你党同学苦了一辈子 我知道说这话很多人又不认同了 那你不学习你长大干嘛去 你不上班你干嘛去 对吧 其实怎么说呢 上学这个事我觉得看天赋啊 你能学得进去 你觉得你是上学的料你可以学 你要觉得你上学很吃力 真的没必要在这事上较劲 因为学校 它是一个打磨掉人的个性 跟棱角的事 他教给我们的知识并没有什么太大使用性 学校除了小学跟初中学的东西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能用得到 等初中以后再去学的知识 可能绝大多数不是我们人生中需要用到的知识了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那什么 然后再一个呢 学校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打磨棱角 就是就好比马戏团那猴子似的 站着一排猴子让你烧吸 你又烧吸 其中有一个猴子他没烧吸 他拿小窝一打 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你抽抽人家 你要跟人动作保持一致 对吧 明天让猴子敬个礼 那个猴子那个手台的高度不够 又批他打一拐 就如果你上学的时候 你没认真听讲 可能老师就要批评你 大家都认真听讲 你干什么呢 你分析这个逻辑啊 就是学校真正培养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跟其他人完全保持一致 人家听讲你也听讲 对吧 人家干嘛你就干嘛 对吧 你不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要培养你这个能力呢 因为当你不再独立思考了 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 你才真真正正的能去符合 老板的用人需求 人老板就怕你会独立思考 你的心眼 你的脑子比老板多多 那老板怎么管理你 对吧 所以这个学校 它是一个打工人的摇篮 这个学呢 我还是那句话 你试那块料 你学 你不是那块料 真的不学也怕 班这个东西啊 其实能不上也不上 可能我这话说的有点轻松了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 尽量能不上不上 因为上班过程当中 你创造的财富 并不属于你 说完了 上班就给老板打工 你创造的财富 大部分呢 被老板塞到兜里头了 就给你一点维持 基本生活的那个生活费 说白了 所以打工呢 其实是不合适的 而且尤其是等你岁数大的时候 人到中年 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很可能被你们老板给你 给你裁员了 对吧 再一个就是 如果你打工 还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你一旦就是说 在打工过程当中 你把身体累出病来了 你挣的那点钱 你的那点积蓄 不够看病的 就算是你没得病 等你老的时候 你发现啊 你也生不下什么 就是给人打工 我还是那句话 你老的时候 你发现这辈子 除了到老的时候 老结了一身病 啥都没老下 所以班这个东西 能不上尽量不上 可以自己去干个自由职业 自个儿当个小老板 哪怕开个小超市 摆个小地摊 能不上别上 因为划不来 主要是你通过上班 创造的财富 没流入到你的口袋里 这个不值 你知道吧 对 所以呢 人其实这辈子 来到这世界上 就是来体验了 就是活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来了 别去随大溜 你就比如说 比如说早上起来 我计划 今天我去颐和园 然后中午我去吃个包子 然后下午呢 我去逛城城 然后晚上我去三里屯喝酒 这是我这一天的计划 当我早上起来 出门的时候呢 发现大马路上 有一千多人 说今天要去那个 鸟巢水利坊 可能我一看 他们都去鸟巢水利坊 那要不然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去吧 光了这一天 鸟巢水利坊 回来 我早上起来 我不是想去水利坊的 我是想去一额园的 对吧 我是想去长城 去三里屯的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不要有从众性 就是你自己这辈子想干什么 你坚持住了 真的人这辈子 活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 真的很精彩的 不要说人家上班 我也去上班去 人家买车 我也买车 人家买房 我也买房 就是为什么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干 我也不考虑考虑 我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只不过是因为人家都这么干了 人家都买车了 我也不能落下 人家都买房了 我也不能落下 但是呢 你用这一生的时间呢 被别人把你的人生道路带跑偏了 你没有去活出一个独立的自我 挺可惜的 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你爸你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活这几十年 真的应该好好把握 去体验一下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我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说话站着说话不要疼 觉得我说的这些 可能有点脱离现实了 但是真的 我觉得其实并不难 就是你比如说 我说这个不上班吧 你多去教一些不上班 还有收入的这些朋友 你去跟他们取取经 让他们带带你 你就会发现不上班还有收入的人 很多很多 不一定说非得去上班工作去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 自己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规划 别让这个社会主流给你带跑偏了 就跟之前我举那例子 早上起来 我想去尝尝 去去去去 故宫的 去三里屯的 结果就是因为看见 走在马路上 看见很多人去鸟巢水里方 结果我就站到他们的队伍里头 跟着他们走了 忘了自己最初的初衷了 这是不对的 最平庸的人生 也是最失败的人生 真的 就说这么多吧 反正我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 希望大家都能好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聊这些 拜拜